第三百六十集 知道臭孩在门口站着干什么呀 快过来 烟拿出来了吗 我朝疯子招手 风青阳亮相的跑过来 对我骂道 哪个屁烟呐 烟北六人那屁一崩 也全都是屁味了 我俩对付了几句 黎玲拿着布鞋道 不是雷经师 不是猫经师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经到老太太尸体了 光一只鞋就能看出 也就这么多 还得是天亮亲自去坟头看看 说到这儿 看了风青阳一眼 疯子 你去屋里闻闻 要是流流屁散了 叫我和浪总一声 风青阳怒了 拽着我和李玲 就往回拖 到了门口 风青阳心有余悸 没敢进去 我们三个呢 就站在门外的哆哆嗦嗦的 等了五分钟左右 确定没啥味儿才回屋 一进屋 溜溜溜仍在沉沉的睡 呼噜还是惊天的响 我朝抗战看 哪里还有什么小老头啊 就见抗战七扭八歪的 多了九根树枝 大拇指般粗细 十来寸长 树枝光秃秃的 顶端却长着一片叶子 我倒也没有多稀奇 就是叶子变得枯黄 不知道是溜了屁熏的 还是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九个轮生 一样的小老头 是山精树怪一流 果然如此呀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 再变混出人形 让我们逼问一下 黎玲从抗战拿起个树枝 皱着眉头看了几眼 顺着窗户就撇了出去 无奈地说 除了屁味 灵气全无 溜得作孽 一晚上白忙活了 我也很是恨得咬牙切齿 要是拍下来多好啊 可拍摄这位睡得跟死猪一样 我很想把溜溜叫起来 踹两脚 可已经这样了 踹两脚也不起什么作用 干脆把剩下的树枝 也顺着窗户扔出去 溜溜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 食堂吃习惯了 有点不习惯 山里的没污染的饭菜 总之肚子呢 一个劲的咕噜 我们谁也不敢 再跟溜溜一个屋子了 无奈之下 只能抱着被子 钻到右边的屋子 哥几个商量一下 晚上还是景地点的好 轮番直搬 混岗 让风青羊直第一班 我直第二班 李玲直第三班 可哥们睡到大天亮 也没人叫我 醒了一看 风青羊睡得比我还沉 我终于明白 他爹为啥 对他恨得不成刚 他要是我儿子 我都能打死他 恨得我上去就是一脚 踹醒风青羊 让你直班 睡得跟死住一样 你什么时候能找到点 哎哎哎 天都亮了 哎 我直班来着 就打一盹 洗洗脸洗脸 风子跳下床去院子 李玲看着风青羊 得子的背影 叹息道 哎 风正刚这老犊子 该给咱们脱管费啊 他这儿子就是不省心的 压得撒手不管了 人给咱俩了 好在没出事啊 疯子就是德行 跟着长不大孩子似的 走吧 咱俩也洗脸去 洗完脸 去牛家老太太坟上 看看去 我俩出了屋子 就近牛家父子 早起来开始忙活起来 深情中带着讨好 很热情的打招呼 就是眼睛里都带着血丝 显然昨天晚上没睡好 清晨还有点雾 清凉的晨风吹在身上很寒 对于在城市里住惯的我来说 既感觉新鲜 又觉得不适应 吹烟渺渺 我都闻到了蒸大馒头的香气了 刚要跟牛家一二仨客气几句 溜溜闻着香气出来 我都懒得跟他生气啊 对了脸盆 打了水 呼喽洗了把脸 刚要进去吃饭 门口呼啦啦来一帮子人 带头是个四十多岁男人 个子不高 人也干少 架子却很大 披了一件衣服呢 双手插腰 身后是五六个村子里的壮年男人 男人推开院子门就近 气质汹汹进来就嚷 牛郎娘 昨天村子里又出怪事了 俺家的大黄都给弄死了 都吸了血 老刘家说在村头看你鬼影子快 你家要是再不把事情给我解决了 别怪我 把客气 随即看到我愣了一下 伸出手来热情的说 哎呦 你就是老牛家请来的 这个先生吧 哎呦呦呦呦 可把你们盼来了 你们再不来呀 还不知道出多大事呢 压得便连也够快的 人家伸出手来 我也就伸出手去 握住他的手 严肃的说 请你放心 我们一向是吉人所难 群众的疾苦是我们的责任 解决疾苦是我们服务人民群众的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矮个子男人有点懵 握着我的手很是尴尬的笑了笑 牛大从屋里出来 进了男人伸着脖子嚷 村长 俺都给你一箱酒了 让你拖上两天 你咋又来催了 咋的 酒喝完了 我靠 原来是村长 怪不得那么大架势 牛大说完 村长一点也不尴尬 已不跟我们握手了 插腰对牛大说 别拖那些没用的 俺家大黄死了 甚至血都干了 老六家的婆娘晚上看见村头有鬼影子晃 牛大呀 不是俺不照顾你 村子里人已经大了 你家惹的货 我不找你找谁 王摇摆又不是光俺一家的吗 咋就全扯到俺家头上 再说 不是找先生了吗 你也是给俺家点时间呢 村长瞪眼睛刚要再说 牛二出来了 奔了箱子酒 来到村长跟前 村长 先生来了 待会儿吃完饭 就去岸江坟头看看 到时候用得着乡亲们的地方 还得你帮忙张罗张罗呀 村长这么大架势呢 也就值一箱酒 看见酒脸色就好看多了 对牛二道 不是我催你们家 实在是人心惶惶啊 行了 我再给你们说的说道去 不过得抓紧 抓紧把事给解决了 否则我也照顾不了你们家 牛二连连点头 村长就让身后的小伙子 搬起酒 跟我打了声招呼 就不耽误先生吃饭了 先回去 待会儿俺带人一块儿 跟你们去分头看看 村长端着架子 搬着酒走了 哥们儿却有点苦笑不得 要说哪都有好处啊 但我还真是没见过 村长这么明目张胆的 要好处 这搬了人家酒走了 好像给你面子似的 哥们儿不由地感叹 当村长真好 鲜话少说 吃饭的时候 黎玲跟牛家一二四个 商量着准备点东西 之前香火是必备的 还要准备点供品酒啊 烟啊之类的 牛家一四个满口答应了 吃完饭 哥儿几个回到屋子准备 黎玲跨上军垮 我也跨上牛皮跨包 风惊羊背着背包 张溜溜扛着摄像机 准备妥当叫上牛家搁三个 没让老爷子跟着 毕竟那么大岁数了 折腾不起啊 又让牛大拿上两把铁锹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 直奔牛家老太太分头 村里人睡得早 起来就早 这才早上不到八点 家家户户都起来了 不少人坐在自家门口啊 看着我们眼神中有好奇 还有些畏惧 主要是溜溜扛着摄像机 太过眨眼 走到了村东头 村长带着几个撞小伙 已经等着了 每个人都拿着铁锹 铁锅之类的 看见我们迎面而来 村长急忙走两步 指着溜溜扛顺机就问了 这是要干什么呀 铃铃冷冷冷的说 这是我们的规矩 不想惹火上身 别问那么多 赶紧前面来录 哎呀 也太不把村长当干部了 哥们很想批评铃铃几句呀 让他尊重一下领导 其实是怕事情搞僵了 毕竟村长是土皇帝 没想到村长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主 盯着铃铃惊讶地问 你是铃老先生的第四趴 铃铃都牛逼大发了啊 斜眼看着村长冷冷地装 知道我师父的名号 还敢问那么多 村长立刻就不吭声了 转身就带路去了 看着哥们儿很是惊讶 忍不住对铃铃说 你师父名头很大 铃铃有些感伤 我师父还活的时候 附近击百里 哪个不把他当成活神仙 牛家老太太的坟 在东面的山上 独占了块地 山村就这点好地方多 没人管 学着风水差不多就能买 也不怕拆新修路千坟 坟是新坟 一个土包 立了块碑 上面写着老太太的名为 圣神年月 哥们儿对风水懂得不太多 但多少能看出坟头 所在位置的好坏 牛老太太的坟背靠山 坟前有条山溪 好的风水位置离不开山水环绕 坟墓水口就像是 阿住家的大门口 水区的方向有两座高耸大山 水从两山之间流走 这叫两山加一水 水为财 被两山加住就是 棺栏加拱 有情而不愿让财流走之意 这样的目的虽然不能和龙脉相比 但也算得上是上好的阴宅 老牛家肯定是没少花钱 找人看了才找这么好的位置 可这儿的坟头还能出事吗 不过哥们儿对风水是外行 还得等李玲 看看怎么说 李玲让牛家哥萨 跪在墓碑前 一边烧纸 一边磕头 哥萨跪下就哭 真酷假哭 不知道啊 再加上纸前燃烧 还挺有气温的 溜溜开始拍摄 李玲抓起坟头土 用鼻子闻了闻 伸手招呼我过去 我凑过去看李玲手里黄土 挺干燥 也没什么怪异的味道 就问了 小哥 怎么个意思 李玲巴了下手里黄土 小声对我道 土里有点血腥味 浪走 那个风筝不是气象局的 我要是猜测的不错 有人惊动牛家老太太坟墓 带了诡计 老太太诈尸了 诈尸哥们也遇到过 张亚就是一只波斯猫诈尸的 让我和李玲很是费了翻手脚 不过张亚那时候刚死 停尸还没三天 才会生出事变 牛家老太太可是死了一个多月了 从昨天晚上 牛家老太太情况上看 比诈尸可严重多了 都快成黑毛僵尸了 我有点理解不了 吕顺了一下 怪事发生的顺序 先是牛家老太太死了 有山精在他家的锅里 馒头怎么也是蒸不熟 牛大打山精 山精跑出去 村子里很多人都看到了 接着没过几天 牛家老太太就出现在家里 诈尸 黑毛僵尸 村子里别的人家已出现过死人回家的事 我扭头问村长 你们村子有几户人家看到死去亲人回来了 三户人家 村东头老刘家 老马家 还有老张家 老刘家 见到是他死去两年的大旧 老马家 见到是他死了三年的儿媳妇 村长张子就来 都不太考虑的 显然是真发真果 说完了几家 见到死人 我又问了一句 常来吗 常来就吓死人了 就一次 一次够邪乎 除了这三家 别人家有没有见过死人 没有 就这一次 还都是在一个晚上 怕再就没出现了 师父 你看出啥了 既然别人家也出现过死人回家 说明牛家老太太 不是独一份 可为啥别人家都只是出现一次 就牛家老太太出现两次呢 嗯 我拽拽耳朵 问趴在地上烧纸前干嚎的牛大 老太出病的时候 没打雷吧 没有啊 出病的时候天气好得很 跟今天似的 我抬头看了看天 阳光灿烂 由于是山区 海拔比较高 太阳光直射很强 这样的天气根本不会失变 既然琢磨不出来 我也没吭声啊 风信扬庄大师 围着坟头转了一圈 突然指着一堆野草 对牛家割萨 炸着呼呼 你们家坟头长得好草子了 啊 这是块风水宝地啊 牛儿 你家以后肯定富贵 没准还能出个大关 牛家老太的诈尸 都快成毛僵了 压得还说人家坟头上 长了薅草 这不是上野药吗 我刚也让风信扬闭嘴 李玲快步走过去 看着坟头上那堆草道 真的是耗子 李玲都说长耗子了 哥们也急忙凑过去 还真是长耗子了 一小片 我惊讶地看着李玲 因为坟头长耗子 可是大吉之将 人们总说当了官的人呢 都是因为祖坟头上 长了耗子 官越大 耗子就越粗 可看牛家哥仨 怎么看也不像以后 能当官料啊 坟头上耗子 能当官绝不是瞎说 是有根有趣有来历的 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总之是大家里的征兆啊 一丁桌坟头长耗子了 牛家三兄弟谁也不哭了 都站起来 跳脚往这儿看 个个脸上都有惊喜 村长也凑过来看几眼 惊讶地说 诶 真长耗子了 难不成 老牛家这撒谷 还能当是村长 十几个人凑在一小片 耗子的地方 牛家三兄弟面有喜色 村长脸色有点难看了 估计是怕牛家坟头上长耗子 以后牛家哥仨 有人抢他的位置当村长 人来起了之后 李玲突然就做了一个 特别不善良的举动 蹲起来 拔人家坟头上的耗子 惊得牛二就喊 哎呦 李师傅 你这是做什么 俺家坟头上的耗子 你咋能随便拔 说完就要上前阻止李玲 村长却大喝一声 拦住牛二 牛二 人家先生 还没你懂得多吗 把你家坟头上耗子 肯定能赢 牛大蹭地往上一蹦 使劲往我们这边冲 大声喊 俺家坟头上 好不容易长出耗子了 把他干啥 都给俺住手 牛三爷跳起来 村长急忙招呼 来着几个撞脚伙 几个小伙子 要村长撑腰 拎着铁锹 就奔牛家哥仨去 我急忙去劝架 说 有话好说 千万别动手 动手也没打脸 双方对峙起来 超纸的快动手了 吵闹钟李玲突然喊 坟头上的耗子 是人挪过来的 还真以为你家坟头上 能找耗子 一把耗子的带土 就朝这边洒了过来 哥们急忙一躲 朝李玲看过去 就近李玲指着 耗子下面一个洞 耗子下面有个 半米左右的地洞 耗子不过是立在上面的 看到洞口 村长就来劲了 朝牛家三兄弟喊 看看看看 还说不是你家的问题 你家老太太肯定 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找着耗子铺盖上 好遮盖痕迹 你们现在还有啥可说的 我发现村长脑洞 一点都比哥们差 看到个洞啊 瞬间就能扯出 牛家老太太的棺材里头 钻出来 还还整点耗子 转移过来 撞点门面 哎呀 哥们可是哭叫不得 牛家三兄弟 引进坟头上的耗子是假的 顿时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确实谁也没问 他们老娘的坟头是怎么有个洞 坟头上有个洞 已经很是奇怪了 偏偏还用耗子撞点一下 那就更奇怪了 最让我奇怪的是 洞是从外向里挖出来的 周边很是齐整 并不凌乱 不会是从内部挖出来的洞 牛家又不是富贵人家 谁还来这个盗墓咋的啊 可看那洞跟盗洞差不多大小 难不成真是牛家老太太 小心仔细的钻出来的通道 哎呦 我觉着不能让他们离太近 万一要是牛老太太从洞里突然钻出来 再吓死两个就操蛋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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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